各位观众朋友 有没有发现Tasha今天的穿着配色 比平常看起来大胆 而且非常的时尚呢 猜猜我等一下到底是要去约会呢 还是要去走服装秀啊 嗯 其实都不是哦 Tasha要去打高尔夫球 没想到吧 运动服饰居然可以设计得那么潮流 赶紧跟我去看看背后的故事吧 有别于传统高尔夫球装 Huaz Fashion Sport 透过大胆的配色 活泼的印花 以及异材质的拼接 跳脱出一般高尔夫球服装的思维 打造多功能性的运动时装 不仅让球友在专业嗜好 与日常活动间拥有多样化选择 更在运动领域中 掀起一股时尚新风潮 它的衣服结合了流行的元素 跟运动的元素在 所以不是只有打高尔夫球 我们才会穿 在平常我们都可以穿得到 因为它的衣服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然后很有时尚感 然后跟其他的所谓的高尔夫的品牌比较起来 其他的都还是偏比较保守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品牌的服装的原因 华斯Fashion Sport由品牌设计师陈香化 创立于2015年 今年来不但逐渐受到国际媒体瞩目与名人的喜爱 更获得爱比表的青睐 受邀参与VIP走秀活动 品牌的独特性与爱比表 前卫的设计感相辅相成 擦除令人惊态的火花 老师听说我现在身上穿这一套 是你第一次设计的打高尔夫球 对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在松烟文创 走秀的第一套秀服 那那时候这套秀服一出来 就是让老师惊艳的这一套 就是说整个色彩很缤纷 然后在球场上很亮丽 很多细节在里面 包括第一个它是一个库群款的设计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暗扣在这里 而且不影响它挥杆 挥杆的那个swing那个动作 该不会你身上这一套也是高尔夫球服饰吧 是 这一套其实是我另外一个更创新的创作 就是像这是用日本的提花布料 去拼接针织 然后让它做一个两件事的搭配 你其实就算不打球 你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 配牛仔裤啊 配短裙啊 其实都很亮丽 除了注重立体剪裁 与修身版型等外观设计 品牌总监陈香化 本身更是拥有十多年球龄的高尔夫球爱好者 因此不止视觉上的呈现 服装的机能性 也因为自身打球的经验 而考虑周到别出心裁 在T fashion时尚实验基地呢 我们大家看到了 在这里就是Sonia湘华 OK 她的很多的服装呢 都和台湾的各大高尔夫球场有合作 Sonia的这个品牌呢 其实在坊间市场上 它是非常具有它的独特性 因为高尔夫球呢 是一门非常专业专门的学问 不管从服饰的这个面料啦 或者是它的一些设计甚至是人体工学和功能性上面都有它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 它以一个非常独特 然后非常颜色鲜艳啊 甚至很多图案都非常的新颖 甚至还有加入一些小小的创意 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让我们觉得说在那种高尔夫球场的草地里面 突然发现一股哇非常时尚的潮流在球场里面走动 在台湾这么多服装设计师还有各种不同的品牌里面呢 它是一支独秀的一个非常非常抢眼的一个品牌 其实陈湘华是我实践大学的学生 在上课几天他各方面表现都超级优秀 很多老师都非常喜欢它 我也希望湘华能够把这一股台湾非常棒的这种设计那种概念啊 拓展到全世界去 在老师的鼓励下 陈湘华从一开始的无心插流 到如今不但引领高尔夫球服装走向时装的风潮 甚至连日韩时尚大国都难以抵挡它的美丽 争相争取品牌的代理 未来Quest Fashion Sport也将朝向海外发展 让世界看见台湾设计师设计的创意与实力